圣经小故事 天国谁伟大 不行的 很多人的 我要去 我要去啊 每次去听耶稣讲道 都会有很多人的 根本就逼不了去 你这么小 都是留在家啦 我每次都没有想去 我不想啦 我要去 我要见耶稣啦 来啦 哥哥 我要去啊 我要去啊 怕了你啦 带你一起去啦 真的 好啊 好啊 耶稣不单为群众宣讲天国的福音 同时也帮他们赶鬼和自病 所以跟随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 每当耶稣去到某处地方 都有一大群民众跟随着他 还有人把群鞋带到耶稣面前 希望耶稣抚摸他们 祝福他们 这一天 耶稣和门徒一行人等 来到葛法庸 路上 门徒为了个问题而争吵 我和八多六都是最早跟随老师的咯 那又未必敢计的 那应该怎么计啊 八多六 若望 你们一路上真论些什么呀 哎 老师 我们一路在谈论着 在天国究竟哪个是最大 那你们想做最大的那个吗 呃 争吗 最差都是你们啦 你们哪个想做第一个个 那他就要做众人当中最后那个 并且要做众人的伯役 啊 第一个个 要做最后一个 那就是 好 不得了 不得了 求你了 求你了 我妹妹很想见一下耶稣老师 我们又很远来的 老师今天说到很累的了 现在要休息了 我想见耶稣老师 我妹妹 麻烦你让我们进去 我来啦 我求求你啦 都说耶稣要休息了 你们明天再来吧 啊 不用了 我要见耶稣啊 一定要啊 你两个提牢啊 康德纳 让他们进来吧 不要阻止他们 哦 那你们进去吧 我明天进去吧 你们听着 天主的国是属于这班 渴望得到祝福的小朋友 你们任何人 若不像这班小朋友 一样的态度去接受天主 就决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 老师 过来啦 让我抱抱你们 哦 你当中 有谁因我的名字 收留这些小朋友 就等于收留我 谁愿收留我 其实不是收留我 而是收留匹我来过 因为 哦 老师啊 这个年轻人又说要来见你 哦 你找我什么事啊 呃 老师啊 请问我要做些什么善事 才可以进入天国啊 天主的戒命 你们都知道的 不可以奸任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偷渡 不可以作假见证 应该效敬父母 哦 这些东西 我从小到大都已经遵守了 是吗 嗯 你用缺少一样没做好 哦 那是什么 就将你一切都拿去辩卖 你才被窮人 那然后你再来跟我 蛤 那你就必有宝藏的藏在天上 那啊 嗯 我 我 我先走了 那个学生仔干什么 好像好优秀 听说他好有钱的 哦 那些有钱财的人 要进入天主的国 真是难啊 老师 有多难啊 骆驼穿过针孔 比富有的人进入天国 更容易些 哦 啊 啊 啊 好开心的 尽管耶稣的门徒透露他们的担心 但主耶稣仍然尽力去和这些小朋友聊天 和祝福他们 在当时呢 大多数人都认为小朋友不重要 但耶稣不是这么看 耶稣欲祝福所有小朋友 把他视为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其次 加为重要的 就是耶稣表示他欢迎所有亲近和接近他的人 路加报道耶稣所说的这番说话 其实在他去耶路撒冷途中 当他教训门徒有关他的死亡和复活 就利用这个机会 很清楚地表明天国 不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 天国是天主的恩慈 是一份礼物 我们看到耶稣对儿童 是这么温柔体调 当我们承认自己是天主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有这份感受 我们深信人士的天父 他一样用同样的爱 去关心我们 去照顾我们 正如耶稣对待那班小朋友一样 天国谁为大 声音演出 陈志明副主教 刘丽娟 阮德传 姚秀宁 张雨众 袁汉波 恩丽宁 大佳琦 谭润 涵润 蔡雅角 蘇拳郭 闪家亮 崔美华 陈志明副主教 讲道 圣母无缘罪 主教座堂 圣言宣读会 制作 现在 经已播放完毕